欢迎各位回来收听我们的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继续和Mo Sir 毛俊辉先生聊天 Mo Sir 刚才你讲开你的research project 就是关于香港现在的主流剧场的现状 我很想听一下你对现在香港的主流剧场 或者不要主流了 总之香港现在的剧场的现状 因为你是一位这么资深的戏剧从业员 也是很多人的老师 我们真的很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是的 我很关心香港的剧场的发展 因为真的你看回来 其实都是很多年来 有很多人都给了很多心血下去 在不同的工作崗位 在不同的时段去推进了这件事的发展 那我也很坦白说 我自己都是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这件事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做这件事 是曾经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在不同的崗位上 所以今天我也会觉得 是怎样可以做得多些东西呢 那最近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形出现 就是你应该知道的 就是我以前就很少写东西的 是 有曾经明报 曾经让我有一段时间写过 短短一段时间的 大半年的专栏 那其实都是很有限的篇幅里面 写一些很专业的题目的东西 那一来就觉得是 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工作上来说 二来就是 就是我不喜欢写评论 尤其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实践者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是应该我做实践的工作 那也有人专做评论的工作 那但是今时今日有些东西不同了 一来我就放下了一个全职的工作 那我不需要觉得是有一个 对于我某工作的崗位上 是有一个和其他东西有一个 所谓利益冲突在 我是关心整体的事的 那二来呢 就是很多人都经常跟我说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需要 好像你的经验 你的知识在这方面 如果你能够愿意和我们分享多些 其实对大家都好 无论是批评也好 无论是鼓励也好 无论是提出一些方向也好 那所以呢 最近我开始写多了一点 写一下写一点 不过我都会选择成写 我不可能不停地做写评论的东西 这个仍然不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如果觉得有需要写的东西的时候 我会写 那例如呢 譬如说今年的香港艺术节 那我就 也是为了想推动一些东西 就跟艺术节有一个协议呢 就做一个有道计划 叫做Mentorship Mentorship Scheme 那就是去帮助一个编剧 或者一个导演 看他们怎样去发展 develop他自己的作品 那这个第一次呢 我做的呢 就是一个对编剧的有道计划 就是一休 一休写的黑天鹅 那很多人呢 就不知道过程呢 就误会呢 就以为 甚至有误会呢 就以为是我教他怎么写的 但是不是绝对不会呢 一来一休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编剧 是 和他自己的创作呢 他都已经很多东西 他自己都掌握得很好 是 反而 我其实是要 看字 和帮他去develop他的作品 就是 怎样写到他的戏出来 嗯 那初初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呢 一讲呢 就 我就想 想多些支持一个创作人去做的事 而被邀请做这个有道计划的编剧呢 一休呢 他就觉得有毛老师 和我一起去work呢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帮到我的事 但当我们两人经历了这个有道计划的过程之后呢 才发觉呢 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为什么呢 原来发觉呢 在香港呢 是没有人给一个编剧 一个创作人呢 其实 那个空间 他这么关注他自己做的事 我为什么 我这个解释 我以前我作为一个导演也好 是 我都很多时候做一个原创剧的 是 是的 你作为一个文学指导的人 都会一起跟我研究的嘛 我们通常怎样呢 发觉那个作品不足够的时候呢 但是我们又演出了 我们有很大的职责 是 那就是去救戏 没错 我从导演的角度去救 没错 演员从演员的角度去救 没错 拼命去救 那有时救都挺好的 我们做到成绩都不错的 是 是啊 救到那个东西出来 都挺像样的 甚至是 但是问题 那个是不是那个编剧 原本要做的戏呢 他到底在从中 他有没有知道自己的 那个不足在哪里呢 他要develop些什么呢 其实不是因为说 他刚刚就错了 然后改了他 那他就会做到 其实没有那个过程空间 给他去研究他自己做的东西 所以我们发觉 那个有道理计划 是他 因为第一次有一个机会 我是不断去question 不是question 他做出来那样东西是怎样的 是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思路呢 你怎么样准备 准备prepare你的material呢 你prepare的够不够呢 你写了之后 你觉得说 导演看不到的话 其实你是不是写得足够给导演呢 是导演看不到 是有没有东西是你有的 但是你其实表达得不够好呢 是 这些问题是不会问的 是 以前就写了 是 所以他说是了 我发觉以前 如果导演说 这个东西好像不太行 就立刻想改了 是 那天纯粹是什么 改了就令到 人家对方认为可以用了 但是其实有没有尊严他自己写的是什么呢 是 那这个其实是不是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编剧都是 不到很后期 都不拿到一个剧本来的 这个是不是 要时间了 真的要时间了 那我就要逼他就很早就写了一稿又二稿又三稿 这样就写了 就不可以等他排气的时候了 我觉得这次我们的时间还是不够 那这个有其他原因的 比如说现实的环境 我们是有条件有限 他不可以说 好像外国的编剧 只是一个戏 他就可以维持他那段时间的生活 他要做其他事情的 但是因为很discipline 很自律性 他又很愿意去做好它 所以他自动地 一稿二稿三稿去做 从一路去写 所以其实现在写出来的戏呢 如果你说还有写出来的戏 又要配合道和演 才能够拿到结果 所以现在其实拿到结果 可能拿到一部分的结果 你说是不是很成熟 其实都未必 但是那个经过 那个experience 是很有价值 那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我要这么说就是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 在《明报》里写 就是讲讨论 一出黑天岸 一出姓河西 两出戏 我自己对那两出戏的看法 我很欣赏姓河西 我觉得做到 編导演都很好 那我就分析 那分析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让多些人知道 就算两出这样的新原创剧 其实下的功夫有多少 要下多少功夫 不是这么简单 好看啊不好看啊 做得好啊做得不好啊 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但是香港现在的观众就 越来越喜欢看原创剧 是啊 就是因为他喜欢看我的创剧 他们知道更多的东西 从剧本到导演到演员 其实是有多少的功夫要放下去 嗯 莫 Sir 你要开班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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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是吗 你讲到剧壇 你跟观众不能脱节 没错 其实你就是要同样 要观众跟你一起 一起进步 一起大家有多些的 是 我那篇《人生》里面有写的 我说 我说 如果那些戏写得不好呢 观众看完也不喜欢呢 那其实我们浪费了 浪费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啊 如果观众喜欢的 他看得更加投入的 我们就又赢了很多东西 对 你要E-mail这篇文给我看 好好的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聊天